这次的峰会 叙利亚重返阿盟 22个成员国代表团十余年来首次齐聚峰会 向外界呈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阿拉伯世界形象 本次峰会上 各国代表发言中 有哪些话题是他们共同关注的呢 我们总结出了三个高频词 一起来看 第一个关键词是摆脱干涉 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在阿盟峰会上表示 阿拉伯国家面临着摆脱外部干涉 重塑阿拉伯事务的历史及预期 峰会闭幕后的会议声明 也强调摆脱外部干涉的重要性 现在 阿拉伯国家已经意识到 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制造乱局 从中获益 地区人民只能承受苦难 因此 阿拉伯国家应摆脱干涉 增强战略主动性 第二个高频词是共同行动 包括东道主沙特在内的多个国家均强调 峰会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团结 来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行动 很多叙利亚民众表示 阿拉伯国家如果能实现共同行动 将极大增强阿盟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 话语权和行动力 这也将有助于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 最后一个高频词就是解决危机 本次会议重点讨论了巴勒斯坦问题 苏丹局势 叙利亚危机等话题 显示出阿盟将在化解地区危机方面 起到更显著的作用 这也是地区人民的共同期待 地区和平稳定将有助于 阿拉伯世界加快发展振兴 符合地区人民的长期利益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